龙珠超 魔罗究竟是什么人物?为何会如此厉害? 关于龙珠超第二集动画的消息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更新时间,不过也为期不远了 目前只有第二集的漫画在更新,不过通过漫画可以透露出更多的消息,这是根据龙珠超第一季总结出来的 魔罗无疑是目前最热门的话题,他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令众人不解 他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呢?为何悟空被吉塔频频失利?下面我们来探究一下其中的原因 第1 破坏神 魔罗可能是堕罗的破坏神 我们知道宇宙诞生一百多亿年,比鲁斯才活了十亿年左右,由此可见比鲁斯之前是有破坏神的 目前宇宇宙有十二个,相比过去的破坏神也有上百位了,那么这些人都去了哪里呢? 魔罗如此厉害,极有可能是之前的一位破坏神 而众神并不会轻易戳破这层关系,人世间的是他们只有监督的权力,并不能直接出手去干预 魔罗的年龄在一千万岁以上,至于详细年龄没有一个人清楚 魔罗冲出银河监狱之后,可以说把底气宇宙搞得大乱,众多强大的战士被吸收,无数富有生灵的星球被化为荒漠 能够做出如此的事情,众神竟然不出手制止,可见魔罗的身份并不一般 或许是前任的破坏神,这样也可以很好地解释比鲁斯为什么不出手的原因 维斯只是静心观辩,不透露之言骗语 Top 2. 魔界人物 最初曾经介绍过魔罗属于魔物,具体是什么也没有解释清楚 力量大会之上,小丑破坏神曾解释道,吉连的父母及恩师也是被魔物杀死的,众神都没有办法将其复活 可见魔罗属于魔物杀死的魔法,可见魔物的来路并不简单 我们知道现实世界与魔界是处于对立的世界,若是被魔界人士的魔法所伤,现实世界的人与神是很难将其复原 根据这个推断,可以知道魔罗或许是魔界一元 当然目前还处于推测阶段,就像魔人不殴与巴比迪一样,神奇的魔法连剑王神都能伤害 魔法这种东西在龙珠中目前提及的较少,但可以通过修炼所得,也并不是十分难的技巧,需要天赋所得 魔罗不仅仅魔法强大,而且战斗力也相当强大 不过魔罗极有可能是魔界人物,毕竟他所表现出来的战斗力与魔法,远远在魔人不殴之上,与弗等人类似 关于魔罗是破坏神还是魔界人物的问题,其实可以从龙珠英雄中找寻答案,魔界已经与龙珠超的时空有交叉 龙珠英雄虽然起初是作为游戏,取材于龙珠,但也有很多原创元素,做成动漫之后大祸 同时暗黑魔界也有漫画,魔罗可能就是魔界与现实世界的一个交叉,之后暗黑魔界会穿插到龙珠超中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的消息收看微信公众号,龙珠超第二季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